90后大男孩 深山羊犬 突遭飞来横火 神秘女买家 行踪诡异 真相忽硕迷离 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 就是他 就是他 亲朋好友为何强烈反对 到底谁才是幕后筑谋 人间真情 即将播出 感知生活温度 寻找人间真情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人间真情 我是赵丹君 福建小伙子康志拓 在一年前辞去了北京的工作 回到了泉州老家 做起了宠物狗的生意 但最近一段时间 却发生了一连串 让他觉得特别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 每当他看中品相 很好的小狗的时候 这只小狗 就会被一个神秘的买家 提前一步买走 而根据康志拓的分析和判断 他觉得此人 实际上是有备而来 目的明确 就是冲着他来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要一直夺人所好 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同走进 今天的人间真情 从福建永川县乘车出发 蹒跚而上 一路向西 我们来到了 康志拓所在的 坑载寇小镇 小镇身处大山深处 是一处世外桃源 经过打听 我们找到了 隐藏在深山里的犬舍 据犬舍的主人 康志拓介绍 这里全是他精心饲养的 几十条金毛犬 康志拓告诉我们 一年前他辞掉了 原本在北京稳定的工作 回到家乡 投身于羊犬事业 原本这一切都非常顺利 可是最近 却突然出现了一些变故 近几个月来 每次他看中 准备购买的狗 都会被一位神秘买家 提前买走 这让康志拓 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究竟是谁 要抢走他的生意 在这背后 是否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呢 我们都说 君子不夺人所好 为什么这个神秘买家 要一直去买 康志拓看证的小狗呢 这背后真的是 像康志拓所想象的那样 会有着什么巨大的阴谋吗 现在呢 我们就请上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康志拓 有请 你好 请坐 欢迎 请坐 请坐 我相信现场也有很多 喜欢狗狗的朋友 我看到你应该是 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我看你们家里面 一共有多少条 五十多条 五十多条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狗的 我从小到大都比较喜欢狗 为什么只养金毛呢 因为就是金毛犬本身是属于 非常达标的一种犬种 功能性比较普遍 每只狗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 作诗啦 Lucky啦 还有安娜啦 都有起 每一只狗都有起 一个特定的名字在里面 平常跟他们相处的好吗 可以啊 我们每天都有带他们出来 玩啊 溜啦 还有给他们输毛啦 那之前片子里说的这个 经常会有 你可能有意向性的 看重的狗会被别人买走 会不会是谁提前泄露了 你要买狗的这个信息 我想着也奇怪 因为就我家里还有我几个朋友知道这些事情 家人 朋友 对 其他人不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你自己分析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做 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我的一个 以前的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嘛 叫阿福 他可能是因为说行业上的竞争 他就把我的狗买走了 以前你们是合作伙伴 对 后来分了 对 因为一些就是志向不同 他养狗纯粹是为了生钱造钱 而我们从小到大 包括我现在团队几个人 都是从小喜欢狗的 你现在分析判断 有可能是阿福 不想让你的这个生意再做下去 所以他在从中做梗 是的 那每次他买狗的时候 付出的价格 是比你的这个价格要高的吗 我听到几个买家讲 是付出的价格比我们高 然后不知道他们中间 完全不知道怎么谈的 那几个买家居然答应他们 我就很奇怪 所以说一直想找出这个人 我们陪同康志拓 来到了距离坑仔口不远的 泉州桃西镇 镇里靠近高速路口处 就是阿福住的地方 康志拓决定 直接前往阿福的犬舍 看个究竟 好像没看到人啊 现在好像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狗在里面 你好 打扰您一下 请问现在 那边那个养狗的那个城堂 现在在哪呢 你找他什么事 我找他谈点那个犬舍上的事情 犬舍上的事情 他现在已经不搞犬舍了 那您知道他现在去哪了吗 他们去外面打工了 打了差不多去了半年了 在得知阿福早已放弃犬舍生意的消息后 线索再一次中断了 这个神秘人如果不是阿福 又会是谁呢 康志拓决定从头调查起 他找到预定时 联系的几家犬舍老板详细沟通 连续几天的走访后 他终于在另一家犬舍里 找到了重要信息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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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老板 你好 你好 什么 我是前几天那个要买那个赛基检的 那个一个女人过来买走吗 你知道是谁吗 我还不认识他 他那天过来 然后是戴了一个口罩长头话了 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我帮你查一下 号码我没有存起来 我帮你 帮我帮你查一下监控吧 看你这个你能不能是 那谢谢你 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你能不能是 那么监控视频中显示的这个女人 究竟是谁 她和康志拓到底有了怎样的关系 又为何要三番五次地买狗呢 你看到那个监控录像当中的那个女孩子 戴着口罩 能大致判断出来 这个人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你仔细辨认过 觉得不 对对对 不是你的熟人朋友 因为我朋友的外形没有这样的 这个人我不认识 可能有什么目的吧 为了引出这个神秘人 康志拓提前放风说 自己要去厦门的一家宠物店挑选狗 随后我们和康志拓飞往了厦门 我们提前和宠物店的老板进行了商量 果然第二天下午 宠物店的老板就打来电话 告知康志拓 他看中的狗被人选走 对方的出价比他还高 康志拓决定守候在宠物店门口 等待神秘人的到来 一个小时后 一个提着笼子的路人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比对了监控视频画面中的截图后 康志拓确定了 此人正是之前的那位神秘买家 我买的这条狗为什么被你买走了 这是我买的到 我以前买的很多狗 都是被你提前买走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看 我不想你们在说什么 等等 今天把话说清楚 我们有些事情想和你核实一下 可能之前有些误会 好吧 我们找个地方稍微聊一下 一晚争执之后 记者和这位神秘人单独进行了沟通 而最终神秘人也答应来到现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上这位神秘的买狗人 有请 有请 你好 欢迎请你坐 主持人好 请坐 这么漂亮的姑娘 但是一定要戴着口罩去狗舍 是不想让人知道你是谁 是 愿意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姓张 来自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那我想问一下 先确认一下 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 就是片子当中我们所收到的 前几次他选中的那个狗狗 都是被人提前买走了 那个人确实是你 这些狗确实是我买的 但是我一没偷 二没抢 本来就是公平竞争啊 我也是花钱来买 你不要骗人了 你不是一只 两只买我的狗 已经我订了四五个地方了 我全部被你买走了 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眼光一样而已 眼光一样什么 眼光一样有可能四五个地方 几个省的狗 全部被你买走了吗 那又怎样 我本来就是公平竞争 我也是花钱来买 不可能你肯定是有什么 后面在搞什么 我买了几条狗 全部给你买走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你有错在先 女孩为何说出 康志拓有错在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俩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另一位女孩冲上了烟波室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你来这干什么 我要带你回北京呀 我不回去了 能跟大家自我介绍 你是哪一位 我叫李小杰 是从北京过来的 是康志拓的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 以前 你没有共 我前的女友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是你自己说的 我没有承认 这事挺复杂 能不能坐下来说 慢慢聊 半路杀出一程咬经 我们前面还说 这神秘的买狗人 和康志拓是新 这个英雄所见略同 这转眼之间 其实这英雄背后 还有其他的英雄 花冒出来一前女友 前女友你不承认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是现女友是吗 对她 我们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然后她去年 突然就跟我提出要分手 理由居然是要回她家去养狗 我觉得这个理由 特别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你认为其实你们的关系还在 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是啊 我们两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是她一句话 就能结束的 康志拓是觉得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因为她在北京那边 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都在福建 我就决定说回来创业 谁让你非要回去创业的 一起在北京发展不是挺好的吗 每天没日没夜地在那上班 白京拿好 至少也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呀 女孩子是觉得 她现在的工作不够体面 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 回去养狗不够体面吧 她本来在北京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那一定要回去养狗 是这样 我爸爸在北京开着一家公司 然后我们家的家庭条件 算是还可以的 所以我跟我父母说起她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条件 瞎唱得有点大 所以不太同意我们两个 为了这个我还跟我父母吵了一架 她还不体谅我的心情 居然非要回去养狗 那实际上当时两个人 并没有说分手是吗 只是因为她走了 对 她突然就回去了 你不支持她养狗 我觉得两个人在北京在一起 比较重要 那有否想过跟她一起到泉州去养狗 我父母不会同意的 你自己呢 我自己 她自己也不会大接受的 你觉得她也不会接受的 对 所以你当时离开就是觉得 其实只要你离开了北京 回去养狗 这件事就结束了 对 一切就结束了 因为我想回来创业 她一直不肯 去年连去她家的时候嘛 她爸爸还有她的亲戚都在 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都是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 我也一直想说有自己喜欢的事业 然后我就决定说回来养狗 那你觉得你有创业的能力吗 没有是吗 要不是今年你导臣这一处出来 我今年早就可以更好了 这就跟做生意一样 你连我都竞争不过 你觉得你有能力创业 你买这些狗就是为了嘲笑我 有没有那个能力是吗 我有点明白这端倪了 你是 你是准备把所有的狗 她想买的狗都买走 然后告诉她 你看 我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让她 跟我一起回北京 确实那些狗是你想买 然后你让你闺蜜去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 其实整件事情都是 我跟她家里人商量好来做的 你以为你家里人支持你养狗啊 我家人不支持我 难道支持你啊 每次你买狗之前 你父亲都会提前通知我 你要买狗的消息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可能 你不要乱说 那么事实是否如女孩所述 买狗是和康志拓的家人商量好的 我们在福建泉州采访时 曾经和康志拓的父亲 有过一次深入的沟通 他对我们道出了实情 他第一次带回一条军马 回来我们就感觉到挺反对挺生气的 因为毕竟一条狗那么值钱 我们也买一本钱 我那天有个气得要命 就是干嘛不带个女朋友回来 带一条狗回来 我挺反对的 毕竟我们估计两个都是残疾人 真心希望我儿子早点成家 他女朋友有偷偷跟我们商量 就是把他想买的狗提前先买掉 我就给他说 早日跟小李结婚 然后尽快回到白京工作 这是我们记者到你们家去 采访了你的老父亲 他说的这番话 以前没跟你说过 没有 他说那句话 他说我看着他从北京回来 我是想着他能带个女朋友回来 结果他却带了一条狗回来 他没在你面前抱怨过 刚回来的时候 我说这条狗是朋友送的 没有直接说我没回来的 但是他更希望看到的是 你能够早日找到女朋友成家 这个心愿你了解吗 我了解他 然后他其实内心是特别不支持你养狗的 你之前不知道 之前刚开始那时候 我在我们那边大规模建前车的时候 他有站出来反对一下 后来我们几个就和他软磨硬泡碗 他没办法 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前车 那你爸爸是不是 大多数情况之下 他其实更愿意听从你的意见 并不想去打压你 也不想去反对你 对对对 因为他一直是希望我能做 努力做自己想完成的事 但实际上他内心 他想完成的事不是这个 他是希望看到儿子 能够早点成家 而不是见这样的一个狗 是有养一群狗狗 我们今天请到了你的堂哥 现在我们想请他上场来了解一下 老父亲到底是怎么想的 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于你养狗这件事 他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好吗 来 有请堂哥上场 你好 坐 欢迎 郑哥的爸爸今天没来 其实你来更多的就是应该是代表他的父亲 代表他的家人 对 他爸爸是讲说 这个当时全家人听说他要回来养狗 其实内心是很不愿意的 对 原本这也算是家里面可能比较少的大学生吧 对 考上大学的是比较少的 之后考上百经大学 全家人这感觉特个骄傲的 因为在我们那个山村有一个考上一个大学生 是挺不容易的 加上父母都是长期人 你说培养一个孩子 读了大学在百经工作 当时我们大家都挺有面子的 说起来全家人可能应该是都挺骄傲的吧 对啊 突然他给我们说要回来全桌工作 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条狗回来 说是朋友给他的 那带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 他才告诉我 这条狗是他向朋友借的钱买的 说要回来养狗 当时我们全家都反对 一条狗 最后要买了十几万 你说当时在我们这个农村 十几万是什么概念 你的狗 挺贵的 一条狗需要十几万的 要 价格不菲啊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 你这十几万一条狗 当时进了二三十条狗 这钱大部分是借的 后来有还上吗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还上了 你看人家这公务正业 有手耗钱 借那么多钱 而且我们那个狗的数量也增加了 后来家人的观点有些改变吗 没有 他们还是想让我跟他回北京 对 那是你今天现场才知道的吧 对 因为我们就跟我们 家里人偷偷商店好了 就是叫他女朋友偷偷地把果买走 然后让他做不了生意 就是自然而退 然后就叫他早日回到北京去 和他女朋友在一起 可见你爸妈其实是多么多么反对你做这一行 是多么多么看不上这一行 尽管你说借的钱都还上了 这家人还是觉得这行不靠谱 不能做 还是要到回到北京去 你自己什么想法 我其实有一个可能没人知道的故事 我小时候家庭不一样 导致我从小也被同学嘲笑过 那时候就养了一只金毛狗在身边 每当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 都是那只小狗陪着我 就是因为狗的陪伴 才让我就是感觉狗是我们人的最充实的伴女 所以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 对对对 于是当你做这行的时候 你就全部养了金毛 对 全部养了金毛钱 就有一次我在那个江苏卫视 看了一个我们在一起那个节目主女 讲述了一个那个大连那边的一个博士 他无常训练的一批导王犬给那些盲人嘛 这件事让我很感动 其实我养金毛做这些犬色 我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说 想继续努力挑一批金毛来培训成为导王犬 来捐给更多的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原来康志拓以心以意回到家乡养狗的想法 源于他童年时特殊的经历 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让少年康志拓感到无比的温暖 更让成长中的他学会了感恩 正是一颗知恩图报的心 让他放弃了在北京稳定的工作 离开了深爱的女友 回到家乡 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金毛犬 为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困难家庭 送去了爱和温暖 刚才小康志说到 因为从小是和金毛犬在一起 有过那样的一段童年 所以其实你对狗狗是有特殊感情的 然后你的最终目的 是想像你刚才说 看到我们卫视的那档片子一样 建一个导盲犬基地吗 现在一直在规划中 我们现在是打算说 尽快地把一个场地规划 然后培养出更多的打房钱 收集钱来帮助更多的人 从小我的家庭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小时候收过别人帮助 所以说我父亲也交代我 说要多帮助别人 我父亲在我们那边 我们成立了一个自愿者协会 就是专门来帮助困难的人 全社如果开始正式盈利 我们每年都会抽出一部分的资金出来 来帮助别人 这才是我养狗的真实目的 你刚才说到这些想法之前 是没有跟小杰说起的 没有 辞掉北京工作之后 你也很果断地 其实把爱情也终止了 自己一个人回到山区 为什么不跟他讲呢 讲清楚 带着他一块有可能吗 你觉得 因为他的家里一直很反对 我也不想他为了我 和他家里的关系闹得不好 而且他在北京的生活也挺好的 没必要说 来我们这边这种山里面这样 总觉得对不起他 对不起他父母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他 能在北京好好地发展 找一个真正懂得他 照顾他的人 小杰今天是第一次听他唱谈 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吧 是 以前并不是太了解 那现在了解过后 他自己是觉得 他担心你过去之后 也许会吃很多苦 所以他结束了你们的感情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小杰今天是第一次听他唱谈 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吧 是 是 以前并不是太了解 那现在了解过后 他自己是觉得 他担心你过去之后 也许会吃很多苦 所以他结束了你们的感情 你怎么想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但是 他突然说回去养狗 他也没有说过 他要做公益的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听说 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 其实我也支持他做公益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要的是一个 能跟我一起在大城市打拼 一起奋斗的人 我们两个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吧 但我还是想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生活 选择爱情 选择事业的方式 每个人的选择 都应该是值得尊重的 只要你的选择 能够让你觉得内心快乐 让你觉得可以让自己自由 可以让自己欢喜 同时也可以 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 我觉得足以 感谢所有的观众 收看我们今天的人间真情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一通陌生的电话 为何使他惊慌失措 噩梦频频 做噩梦呢 朗朗什么 别打我 别打我 说他们要找过来了 神秘男子寻上门来 究竟所为何事 我受人委托 你得再给他打电话 但是最近你都没有联系上 千里寻访的背后 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人间真情 下周三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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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三播出